中研院這個月12日出現確診個案 並造成五名幼兒園群聚感染 而中研院往來密切的台大 昨天罕見透過臉書發布嚴厲聲明 指責中研院核集管署兩個單位 聲明中表示 台大希望進一步索取確認者足跡資訊 以便採取應對措施 卻被告知為部集管署不允許中研院揭露這些重要資訊 另外也對少部位人士 因為不理解台大措施的積極性和重要性 而率而批評聲表不以為爛 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 剛好也是台大副校長 他也就此事做了說明 台大在研議發聲明當中我沒有參與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專門副可能是認為中研院已經有公佈相當的資訊 給外界知道 那台大我所瞭解的是 台大負責的副校長跟中研院的溝通當中 好像窗口上面確實沒有得到足夠的資訊 那所以台大就覺得是暫時要 兩邊的交流先停下來 其實是認知或是溝通上面 可能是有點落差所造成的 這是就我所瞭解的部分 台大表示 最近兩個星期 台大合眾院有接觸的教責人員和學生 就高達732位 為了省省起見 想要能進行為期兩個星期的巨家自主管理 不要到校 另外大家從這個月30號起 將實施門禁管制 教職員和學生得持有相關證件 才可以進入校園 相關的機關之間有往來 那應該是要密切合作 那才對這個疫情的控制才會有幫助 中心有這樣的一個職責 我們應該要先訂定一些相關的準則 讓大家有所依循